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用心意书画院的外围框的方法 对 这个郁字进行一个零写 在这个书写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外围框找到 这个郁字相对应的一些笔画的位置 我们用心意书画院的外围框 现在我们对这个字进行一遍默写 我们可以用定点的方式来确定一些笔画上对应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郁字的撇画 它是在这个横的虚线的上面的 然后它接近这个横线 所以我们用定点的方式去找到它的位置 注意哪些笔画是应该要连起来的 哪些笔画是不应该要连起来的 我们都要尽可能地去做到跟例字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书写过程当中 同样的我们要注意这个字的大小 然后书写的时候是否居中 这个我们的墨写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字 分析一下它的结构 这个字呢 它的空间处理会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 所以在书写过程当中 要多加练习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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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